带你来看到高尔夫球的消息 总奖金900万美金的PGA农保公开赛 在昨天第一回合来自台湾的余俊安 搅出了Limboge 64赶的成绩 独居领先 今天打到第二回合 又有亚洲选手搅出好表现 我们带你来看到 这是2021年拿下美国名人赛冠军的日本名将 松山英树 他在第8栋165码的三杆洞 拿出了8号铁杆来开球 结果这球开出去之后 直奔国领洞口 是一个hold in one一杆进洞 这是松山英树在PGA巡回赛 生涯第一次打出一杆进洞 打完两天之后 松山英树低于标准感7杆 目前并列第10名 另外来看到第一天的领先者余俊安 他在今天虽然设下了三只小鸟BURDY 不过单日也吞下了5个BOGI 74桿的成绩 目前低于标准感6桿 并列22名 第二天打完的领先者 画面上来看到 这是34岁的德国选手 Steven Jaeger 他在第9栋推进了这个Eagle Put 老鹰推杆 单日搅出了64桿 以低于标准感12桿 在农保公开赛打完两天之后 占据领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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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